肌肉放進中藥湯底熬煮 替生產完的孕婦調養身體 但雲林一名產婦在家坐月子 突然身體不舒服 趕到醫院就醫 卻患來一肚子氣 就去胡偉的某一間醫院 然後掛急診 然後結果到這間急診 他竟然不收我 成性產婦9月26號產下第一胎 結果10月13號身體突然不適 先到奚落求診 結果醫院沒有復科 載轉來到胡偉知名婦科醫院 向院方說明 身體很不舒服 肚子痛 晚上11點多願意先自費看診 沒想到院方卻會哪裡生小孩 救回哪裡看病 讓產婦傻眼 我打算也要付自費跟急診的錢 然後就這樣也讓我推過 產婦怒控難道不是在該院生產 就可以拒收生病的產婦嗎 醫院急忙出面澄清 那婦產科醫師聽完之後 是給了一個建議 就是是不是要先回到原生產的醫院 尋找他的主治醫師 就是沒有拒絕就診這件事情 院方表示當時請證明產婦 先聯絡接生醫師能否處理 如果不行再由他們醫院接受 結果產婦直接退掛 可能因此造成誤會 現在雙方各說各話 但不管怎麼說 產婦就醫一再被拖延 如果耽誤治療時間誰能負責 這廖民詢問謝雲禎 雲林採訪不到 認為 démarch,血,血,血 爭 你的醫生